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坐擁過百億港元資產的 香港警察儲蓄互助社 最近發了一封信件給全體社員 講解他們轉移資產的安排 以避免制裁的風險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警察儲蓄互助社的公開信 是怎麼寫的 他們就說 近日有不少的社員 對於美國政府 針對香港特區的一系列措施 表達憂慮 擔心會影響到該社的資產 或者是投資配置 他們就說自己一直以來 都是秉承著穩健的資產管理策略 並且以社員的利益為首要考慮因素 在今年的五月底開始 他們就已經為上述的情況 作出了相應準備工作 陸續將絕大部分 存放在外資銀行的資產和投資配置 作出撤回或者轉移 去到多家的中資銀行 而相關的工作仍然在繼續進行中 看來警察儲蓄互助社的應對辦法 就像無像樣 問題是 到底他們將其下的資產 調撥到中資銀行 是否代表著一定能夠避開美國制裁的風險呢 首先來說 目前只有兩名警務人員 分別是現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以及前任警務處處長羅偉聰 遭到美國財政部 列入了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SDN 即是特別指定國民制裁名單 只要這家護助社沒有向這兩個人提供服務 照計的風險就不太大 因為現在只是制裁那兩個人 不是制裁所有三萬五千個香港警察 其實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 到底鄧炳強或盧偉聰是否這個 警察儲蓄互助社的社員 如果他們根本沒有參加這個互助社的話 按照邏輯上來說 其實跟這個儲蓄互助社是無關的 不會牽涉到你在內 如果鄧炳強或盧偉聰 隨便一個是儲蓄互助社的社員 其實都可以作出一個特別的服務安排 照樣是可以避開風險 無需要大動作 把所有的資產調撥到中資銀行 除非他們想的一件事 就是目前美國這個制裁名單 人家說得明白 並非是終極名單 陸續還會加一些人名上去 除非就是這個儲蓄互助社 他們自己聯想到 將來那份的制裁名單裡面 很可能會包含到其他警務人員 所以他們就要作出一個預先的安排 來避開制裁風險 除非是這樣想的 否則如果只有這兩個人的話 就算是社員 都可以有特別的安排照顧得到它 要不需要調來調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即使調去中資銀行也好 都不是代表百分之百能夠做到避險 怎樣這樣說呢 只要那家中資銀行 它是使用美元來結算的 又或者它和美國本土 是有一定的金融關係的 到其時如果美國開到聲 叫這些銀行和這家互助社 要斷絕來往的時候 不能夠再提供服務的時候 這些中資銀行 其實他們打開門口做生意 都要是想清楚 到底還不和你保持著合作關係好呢 是不是 除了一家銀行 就叫做昆倫銀行 才是可以完全真正避險 因為昆倫銀行 就和美國完全沒有任何業務往來 它只是和伊朗有業務往來 另外 昆倫銀行也不是以美元來做結算 所以 如果要找一家銀行 是絕對能夠避險的 昆倫銀行就是他們的選擇 好了 另外 我們又看到 原來這一家互助社 就關閉了網頁 就好像公眾現在查閱不到 那實情的網頁 是有什麼看的呢 只不過是一些數據 他們列明了 總資產值有115.87億港元 股金結餘有105.79億港元 貸款有1.09億元 其實這些東西 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不被人看得 好像連網頁都關閉了 真是奇怪了 他們宣稱自己有115億元的總資產值 那當然不會全部拿到現金 到底他們投資了在什麼物業身上呢 原來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斥資2億1千萬元 購入了位於葵聰的 九龍貿易中心 KCC A座的16樓全層 去到2016年底 更加是斥資14億1千萬元 再買入KCCB座的18至21樓全層 以及22樓半層 原來其中一個租戶 就是一家美資銀行 認真就是巴之幣 不過就算這家互助社 能夠避開得到美國的風險又怎樣 他們自己宣稱有百多億的資產值 這樣會不會又有另一個風險 是被割韭菜呢 更何況現在美國 都是將兩個警務人員 納入了制裁名單 不用緊張了 那麼膠關是不是 接著我們再看看 關於全國港澳研究會 劉兆佳最新的一個訪問 他日前接受了大陸的觀察者網採訪 人家的記者就提到 說對於有種說法指出 香港部分的建制派支持中央的原因 是因為大陸的經濟讓利 使得他們可以成為既得利益者 而不是擁有真正的家國情懷 那麼你怎麼看呢 劉兆佳就認為 必須要釐清愛國者和建制派的差別 他說以前去到現在 仍然有很多人 將這兩個詞彙混為一談 以為愛國者治港 就等於是建制派治港 他還說到 說建制派裡面即使有部分的人 是願意和中國共產黨合作 接受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一國兩制都好 他們背後的動機 不是因為熱愛國家 熱愛民族 或者是對中國人有相當的好感 而是純粹從現實的角度 從利益的角度出發 考慮到香港乃至是自身的利益 才是做這些事 他又認為 這些所謂建制派的人士 會和共產黨保持合作 但是不會勇猛地 和外部勢力 或者本地的敵對勢力 來鬥爭 原因就是 在外國這一班人 也有很多千絲萬縷的利益 部分人士更加持有外國生意 又或者是外國護照 所以當中國和西方鬥爭的時候 會令這班所謂建制派的人士 處境相當尷尬 劉兆佳突然說這番說話 當然不是純粹亂吹 肯定是有個信息要帶出來的 第一件事 為何要忽然之間說 要釐清建制派和外國者的差別呢 因為中共所要求的就是絕對忠誠 但是有部分 即是工商界別的建制派政客 或者是議員 他們似乎往往在關鍵時刻 就是會拖後腿 比如說在17年前 03年23條事件當中 自由黨的田北俊 正正就是帶領他那班黨員、議員 一起倒過說反對23條 又或者去年逃犯條例修訂也好 有很多工商界別的人都走出來反對 包括石禮謙主持會議時 瞎 directors 在大陸眼中 這班人就是養不熟 原來經歷了這麼多年 他們仍然會把個人利益 是置於國家利益之先 那與那班所謂忠誠愛國者是有差別的 所以如果強調要分開愛國者和建制派的話 这班工商界的人士 肯定会迟早在权力核心中被边缘化 是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倾向的 第二件事 所谓的建制派在香港的价值 就是在于泛民主派的存在 现在泛民也好 或者是什么抗争派也好 基本上他们在议会的能量 都已经是七零八落了 根本上选举又有DQ 然后选举又不选下去 又延任一年 即使有一天真的被你恢复选举的时候 大家有眼见的 就是所谓的35家是肯定不可能出现的了 因为在提名期的时候 已经可以搞定了很多人 所以就DQ了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仍然会有一堆所谓反对派的议员 是能够晋升到议会当中 就好像做一下样子 做一下大龙讽 做一下花瓶 以显示得议会当中 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反对派 大家有眼见的 反对派的力量 在议会里面 就处于一个所谓可防可控的状态 好了 那这班人 根本上不需要再顾忌他了 未来下去 当然要下看下这班所谓工商派 下看下这班所谓的建制派 因为大陆毛泽东自己说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就奇乐无穷 泛民就已经在议会里面斗斗 即是说 逐渐会由外国者来取代建制派 这班人将会逐渐换血 逐渐便是边缘化 现在还要依靠你 就是因为 这班人在社会当中 仍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和话语权 但是大陆不会坐在那里等 那便逐渐把自己的群众基础 我相信有一大堆人 是什么人会上位呢 就是那班所谓港票群体 来到香港已经是相当一段时间了 熟习了香港的环境 而且那班人的群体 已经有一定的数量了 如果是说亲疏有别 这班港票群体 就一定是亲过那班本地工商界的人 所以这班人 迟早便会边缘化 趋势就是这样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